联日来,Angela Baby先是陪男友黄晓明及其父母到夏威夷度假,而后又是赶到黄家过团圆节,放下大牌红星身份乖巧地陪未来婆婆逛街,看来变身皇太,指日可待了哦。 日前,借着在青岛某商场发现了Angela Baby的身影,她长发披肩,穿着粉色的毛毛外套,一副亲力可爱的模样,Angela Baby此行住在黄晓明家中,她特地陪伴黄母和黄家的两个女性亲友去逛商场,Angela Baby与个人都谈笑风生,看来已经融入了这个大家庭,尤其和黄母十分亲近。 本来此行的兴致就是过年见家长,大老黄眼瞅着今年就要37岁了,估计在黄家的亲友聚会上,每逢佳节被逼婚肯定是个绕不开的话题。 真卫斯,搜狐视频,娱乐播报,独家报道。